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窗前明月光 一时的上霜 几头望明月 低头似故乡 月儿高高光 思念心投阳 一首今夜似 千百年传唱 花间一壶酒 独着无相亲 举杯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小时不时月 忽作百玉盘 又宜摇台镜 飞在青云端 李白生于四川江游 自太白 好青年居士 又好折仙人 是中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被后人誉为诗仙 其人爽朗大方 爱饮酒做诗 喜郊游 青年时代 仗剑去国 辞亲远游 从此壮游祖国大好河山 写下蜀道南 《枪禁酒》等传领千古的名篇 李白的诗诗奇异 诗情豪旺 显示出横掘古今 与天地造化相谋的宏大气象 李白诗歌是诗的精神 最自然最充分的体现 富有浪漫主义精神 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 他的诗歌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也是全人类诗歌的不朽篇章 江游市位于四川省东北部 是天府旅游名县和首批省级的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市 江游人杰地灵 拥有窦垂山 耀王谷 佛爷洞 爱情百合谷 等加四A级景区 以及翠平山能扎洞 前元山金光洞等道教文派遗址 这里雾哈天堡 人文惠粹 年轻的李白在这里度过少年时光 李白在这里生活了24年 留下了李白纪念馆 李白故居 太白碑林等旅游景区 李白不仅是江游的李白 更是世界的李白 如今 江游当地围绕李白文化 诗歌文化 大力发展旅游文化融合创新 相继推出李白纪念馆 李白故居 碑林文化旅游项目 如荣西苑 粉珠楼 喜墨池 摩珍西 小矿山 李白的读书台等 已成为缅怀诗线的最佳去处 哦 优优独播中 姜油美食也极具特色 门槛肉 川北凉粉 太白素肉 清零口豆腐 太白施鲜艳等 最为代表的姜油肥肠 是街头巷尾老百姓最喜爱的鲜艾 也被当地人习称李白肥肠 可见人们对待鲜艾的崇敬和喜爱 姜油愿与世界携手 共同营造我们美丽的家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